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首先看一下这节课讲的内容 这节课咱们讲的是JPDL流程设计语言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JPDL JPDL是JPPM的一种流程定义语言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JPPM它是一种Java的一个工作流引擎 这个引擎需要工作 它就需要一种去规则 告诉它怎么去工作 这种规则咱们专门用了一种语言去描述 也就是说咱们去包括写代码也好 像计算机也做任何事情也好 都是给计算机传递的一个指令 让它去做什么 比如说咱们最底层的0和1 这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 0代表什么,1代表什么 它们俩之间组合代表什么 告诉计算机 然后计算机就会做特意的动作 这个JPPM也要去工作 它也需要去一种语言去告诉它 我怎么去做 所以说咱们这个语言就是JPDL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 它是基于插埋的结构去定义的 这个结构里边有定义的一些语言的一些要素 比如说 比如说Task State Timer 还有Action 等这些要素 这就是咱们语言的一个元素 最基本的元素 就像咱们一个汉语拼音里边的一个生母韵母 包括英文里边的26个单词 26个字母一样 这就是咱们具体对应的JPDL里边 这些东西代表了什么意义 咱们分别看一下 这些JPDL里边都有哪些节点 第一个 Process Definition 就是一个流程定义节点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所有 所有其他节点的一个根节点 也就是说 所有其他的一些节点 包括Task State Folk 后边讲的一些节点 都是在它的止节点 下面 它是包在最上面的一个 告诉这个工作流引擎 我这是一个流程定义 你需要 去用流程定义的方法去解析我 它有一些元素 包括它的内容 包括它里边的一些King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咱们从这个 Eglips里边看一下这个 Process Definition 这个节点 咱们还是用上一节课用到的一个类子 比如说Test JPDL 大家看一下这个JPDL是以XML结尾的 也就是说咱们是一个XML结构 咱们看一下这个节点就是刚才说的Process 它就是最基本的根节点 咱们看一下除了上边的XML的一个声明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个Process去包围的 这就是咱们告诉它 它是一个流程定义 它包括哪些元素 属性 Name King 还有还可以有ID 包括它的一个规范 这就是咱们那个Process definition节点 下一个节点是State和Task节点 State节点也叫做手工节点 这是一种状态 比如说 根据这个单词的意思 咱们就直观的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状态 咱们流程运行到这个节点以后 它进入一种状态 然后这个状态就停下来了 然后必须由其他的一个系统外的一个参与者 发起一个动作 比如调用里边的方法 Signal方法 And方法 然后才能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State节点 Task节点就是一个任务节点 它会在这个节点同时生成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需要完成以后 才会去走下去 他们俩的所有的共 为什么把他们俩一块说呢 因为他们俩就经常来拿来比较 他们俩的共同特点就是 走到这以后都要停下来 就是让做一些事情 他们的区别就是 State节点只是说是去等待 他们要做任何事情 他这个节点就是要生成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要分配给一个人 一个角色或者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完成这个任务以后 就像咱们第一节中讲到的Hello World一样 有Complete的方法 Complete以后 Complete这个任务ID以后 才会去这个节点 才会走下去 任务才能完成 这就是咱们的Task节点 Fog节点 Zo节点就是一个分支节点 就是Fog就是把一个 咱们的一些流程分开 就比如说一条水流一样 把它分开两条三条多条 那Zo就是结合了 和合成到一块 有分必有合 就是说最后分开 最后会合 这个是必然的 就是说所有的节点 基本上都是有Fog 必须连接一个Zo 这就是咱们的FogJoy节点 还有一个Decision节点 就决策节点 也叫做选择节点 就是说这个Decision 就是就像咱们编程那边的 If Else一样 就是我如果 就满足不同的条件 会走到不同的一个节点里边 这是咱们Decision节点 第五个元素是Tecision 就是转换 就是咱们那条线 带箭头的线 就是从A节点到B节点 这个需要一个线去连起来 这就是咱们Tecision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不常用到的节点 比如说For each节点 这些节点 For each For each For each节点 也是咱们的一个 经常遇到的一个节点 就是咱们的一个循环节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语言里边有什么特征 咱们这个编程语言里边的 最主要三大结构 就是顺序 选择循环 这个里边其实都有了 就是咱们选择就是Decision 循环就是For each 包括这个分支 也是一个 其实相当于是一种 相当于是一种 Decision 决策和这个顺序 相结合的一种节点 就相当于是分流节点 这个就是一种 其实是类似于咱们的一种 流程定义语言 类似于咱们编程语言的 一种格式 就是它肯定是有选择 有分支 有顺序 这样一击击走下去 有这几种结构 才能成为一种完整的语言了 这个是咱们 就是也是一种 合理的对这个语言的一种诠释 大家就方便大家记忆 都有哪些节点 大家看完这些节点以后 然后咱们在Eclipse里边 这个JPD里边去看一下这些节点 到底长什么样 比如说咱们刚才看了一下 Process Definition 节点 咱们看了一下StayTask节点 这两个节点 这就是咱们Task节点 就是咱们上这个课画的 咱们只要把它怎么画了 就是咱们选中一个 然后不用动 然后把它到这个空白地方 一单击 然后就到这了 比如说Stay节点 也是这样的 设计节点 咱们看一下 这Task节点 这个Stay节点 它也是这样 就可以画出来了 这是咱们Stay节点 Task节点 它们俩 长得是 外表是完全一样的 就看里边的定义 里边的结构是不一样 Task是以Task为标签的 Stay是以Stay为标签的 这就是咱们这个Stay和节点 Task节点 然后再看一下其他节点 ForkJoy节点 就是一个分支 然后去并合的一个节点 咱们看一下Fork 就是它 同样的方法 Zoy也是它 这些节点 它们俩看起来是一样的 它们俩配段出现的 比如说一般这里边就是Fork 后边跟着一个Stay 或者Task这些节点 然后串起来 最后到Joy 也就是说我把它分开以后 然后到了Joy节点 比如说它分成两个 以后 这样分成两个 最后合并起来 最后到这 这都是有可能的 合并到这 这就是Fork和Joy节点 然后看一下其他节点 包括 Decision节点 和Trastation 转换 Decision节点 咱们看一下 这个 它们都是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它里边的代码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XMMI结构 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ForeEase节点 就是咱们说的一个 循环节点 这个循环节点 其实在后边咱们也会讲到的 它主要是用在一些生成指任务那块 可能在会签里边 有一些会签 这些技术上可以用到它 这是咱们这个整个节点 还有一些其他节点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开始节点 就是咱们刚才看着这个 还结束节点 结束节点 有各种不同的结束节点 咱们一个GPDL里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只有一个开始节点 可以有多个结束节点 这个是咱们任务里边 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 你开始只有一种情况才能开始 比如说发起一个请教 只有是我发起了 才算这个请教 然后结束 当然有很多种结束方式 比如说有请教完成了 通过了 成功了 还有请教没有通过 还有请教就是被 补证了 或者是到了其他的几个节点 去请教发生错误 这些都是可能的 也是导致流程结束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开始方式只有一个 这是咱们自然界的事物的一种规律 还有其他的不光是 咱们看了这些节点以后 还有 Trastation 咱们还没说 Trastation就是它 它其实就是咱们的线 只要把这两个一拖 就能把它连起来 我们看一下 都可以连起来 这些都是线 当然是我连这里是随便连的 正正的时候不是这么连的 咱们只是让大家初步认识一下 这些东西是怎么用 这对应的都是一个XML 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写XML 是吧 这是咱们节点 在这个JPD-L里边 不光有节点 还有一些事件动作 还有脚本 什么是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节点 到达这个节点以后 会做哪些事情 这个流程的节点 只能控制流向 也就是说我这个节点怎么去走 但具体走到这个节点以后 它要做哪些事情 这是咱们的关键 是咱们计算机 自动的要做哪些事情 这些咱们可以去 在节点里边注册一些事件 比如说咱们一个 NodeEnter 就是节点进入 节点出 离开 还有任务的创建 这些事件都可以注入进来 这个就跟咱们编程里边 鼠标事件 键盘事件一样 意思就是说我 当这个流程进入这个节点 或者出去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会里边注册一个事件 事件里边可以执行任何动作 比如说咱们要发一份邮件 发个短信 或者咱们操作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咱们去打印一些东西 打印一个银行这 这都可以的 这就是咱们一些事件 事件和Action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是 就接口不一样 就是说这继承的接口不一样 产生能用到 能调用到的一些类也不一样 还有一些脚本 脚本是什么意思 这个脚本咱们看到 看一下这个 就是一种事件的一种 相当于是咱们怎么说的 事件的一种 就是总结吧 就是事件的一种归类 比如说一些GMS脚本 Circle脚本 SQL脚本 这些 Scrib脚本 这些都可以 放到这个JPD DL里边 就是说到了这个JPD DL的这个定义以后 我们会 执行这个脚本里边的东西 比如说执行一段 Circle语句 或者执行一段 这个Scrib的语句 或者执行其他的语句 这个都是可以的 允许的 但是这种脚本 一般都用了很少 咱们很少在这个脚本里边去做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都是在这个 都在咱们编程代码里边去做 这个是咱们能看到的一些节点 还有一些看不到的节点 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比如说咱们Task里边 你看咱们给它 看一下 其实里边能定义的节点 还有好多 你看这些 AssignHeadler 还有All 还有Timer节点 就咱们定时器的一个节点 这些节点 但是在界面上 我虽然画了这个东西 但界面上是看不到的 但它也属于咱们JPDL里边的 流程定义的一种 也就是说咱们JPDL 要想定义好这个JPDL文件 还是有很多功夫要去做的 不光是要了解这些节点 还要了解这些节点里边 包含的一些隐形的节点 隐形的一些功能的一些事件 这个就是咱们JPDL 总的来说 JPDL就是为JPPM提供规则的一种语言 这语言是由XML结构去组成的 里边有各种元素 每个元素代表着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定义 这个就是咱们的JPDL 而这个图图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去给大家一种方便的图境 去定义这个XML 如果没有这个图 你就光写这个的话会特别费劲 而且这个图以后 保存了以后还会生成一个平行记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用到一些其他地方 让它显示出一些数据来边 这就是咱们也是一种非常方便的东西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这本节课 就是给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咱们这个JPDL流程定义语言 这期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